为了提升秀礼香原住民族青年理解行政工作基本概念 也提供青年学子在暑期期间可以参与职场、部落、文化还有公共事务的经验 秀礼香公所每年都举办暑期生公读计划 也举办111年秀礼香禁用暑期公读生报道及农区体验活动 乡长王玫瑰特别到现场勉励公读生 为了提升花园县秀礼香原住民族青年理解行政工作的基本概念 秀礼香公所并且办理111年秀礼香禁用暑期公读生报道及农区体验活动 秀礼香长王玫瑰特别表示 秀礼香公所每年都会办理暑期公读的计划 就是期望能够提供部落高中生以上的学生 一个参与公部门、行政工作以及部落文化工作的经验 进入公所担任公读生的这段期间 将每和学生们的专业技能 安排适合属性的工作性质 最后也期盼在公所担任公读生的这两个月的时间 能够修活满满 我们今天特别安排就是 拔花生的体验活动 其实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 新进的公读生都能够来体验 这个拔花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其实在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以前都是把花生来打工 我最记得一桶 把一大桶花生可以赚九十块 那是我的第一桶花生的那个记忆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真的回到自己相公读 不仅是在行政工作要去多了解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文化的一些传承记忆 比如说还有一些农作物的一个采收 或是耕种 我们在这个部分 这两个月内我们也都会陆续来安排 希望让我们的公读生都能够学到 我们现在部落的一些发展 未来发展的情形 都也能够彼此来了解 未来也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旭文相公所本年度招聘25名公读生 搭配圆明会分配两名原样公读生 将安排各科室担任公读生的工作 同时也安排部落产业体验参访的活动 共所期盼 透过暑期公读的机会 建立青年学职未来进入职场的九段感 以发掘个人专长以及特质 了解现今原作品产业发展的现况 接着就能够订阅我的频道